強硬雷 哇他都是鏡像卡組嗎 很像欸 對他們現在感覺的牌都是差不多的 對 很奇怪兩邊都沒有帶滾木這段牌 感覺心有靈活之一 這波又能消耗很多血量 再炸一下 結場加個冰人 這波還是瘋狂蹭了非常多的血 对,但左边那个塔已经岌岌可危了,水量已经比右边还低。 背边那个黄毛悄悄悄悄的摸了很多。 对,就赚了那个费用的黄毛板子已经把这个塔已经炸成这样子了。 但是渐渐可以注意到小珍这边的血量已经追回来了。 对,他现在有可能X会斩杀,看看小粉丝到底摸哪。 中间手没有刷出来,这边血量有很多的。 但是这边必须要说,因为存在X几率了。 因为蹦迪这种东西就真的不好说。 但是这波血量硬要垫掉,这几个小蹦迪。 这边要立功了。 一下,两下。 黄毛,左边黄毛,再一下,再一下,最后A一下,爆掉。 两边就是互相换塔了。 这个好看,就是像这种。 打这种残局的话就看两边怎么处理了。 都是桥头,但是桥头,胖子,苍蝇。 胖子可能会更强势一点。 因为这个石头人还是下出来的费用会高。 对。 但是左左边下,近战者就想打三星了。 我不管你,因为我的节奏比你快。 是的。 这个大神很漂亮。 很赚了。 但是石头人好像很健康的。 是的,石头人很健康。 巨人。 看能不能解掉这个石头人后面的单位。 怎么不对劲啊? 爆掉。 铁伤鹰。 再疯狂。 再一下。 铁伤鹰子已经先死了。 哇,这波飞龙的伤害很高。 我感觉有机会哦。 把那个机甲。 他应该是可能没有。 哦,再来一个店。 魔法师了。 对,他应该我要斩杀。 我不公乖了。 有机会。 那这一波呢? 墓碑在哪呢? 哈喽? 这个位置非常漂亮。 绿盘墓碑。 对,这个很精髓。 这个蓝胖。 但是。 是的,下不出墓碑了。 下不出墓碑了。 哦,下出来了。 那下一个大剑就直接把竞争带走了。 是的。 这边竞争折斗了。 六飞,准备。 来,准备发射。 还是解这个石头人。 他想养兵嘛。 就等着到时候桥子可以顶个巨人去耗子。 这边小真的话, 玩皇家巨还是先以消耗为止嘛。 所以必须要出这个皇家巨。 是的。 但是这波要来个地獄塔。 这边小真的话可能要选择一个右边还是继续消耗了。 不然的话这样一直防守的话是很亏的。 是。 好,直接来一个。 但是那个墓碑就真的很投赏。 这墓碑很难认了。 天脸墓碑那没什么意义。 天脸墓碑。 0分。 但是左边怎么办? 这几百血挡住。 还好。 这边女枪。 无敌的。 两下。 三下。 四下。 哇,直接带走。 这个地獄塔的可能还是要往前面下一点点。 小苍蝇。 哦,男女枪房。 女枪房会慢很多。 滚一下。 那滚一下就很好了。 炸掉一下。 加小苍蝇。 但是。 破塔了。 对的。 但是破塔以后其实明智没什么优势的。 是的。 直接吃伤害。 对。 这边。 这边。 为什么很长时间都不下兵。 为什么很长时间都不下兵。 是有点。 就不知道怎么选择吗。 对。 这边。 哇,卖了很多血。 直接钳制一个天狗。 看到他没有火球。 但他可能不要晃光了。 来了。 还是要。 最后爆炸伤害。 但是被蓝胖吃了很多。 但是这个。 火球。 小小小的这个小天狗。 伤害很高。 对。 火球还没有死。 这不是明智最后的机会了。 是的。 没机会了。 没机会了。 只有一枪。 已经没有肉了。 他把魏哥和冰人给吃掉了。 看这边明智能不能抓到这一波矿工加桶了。 是。 来了。 这一波。 这一波。 看到他没有毒药了。 直接矿工苍蝇。 这波很伤啊。 这波啊。 但是刷出了这个滚木。 是的。 这波水量赚的非常优势。 我想过去。 他说。 对。 这波抢水很漂亮。 而且这波能保下公主。 哇。 这波压制力很强势。 是的。 我感觉这个塔又没有了。 优先。 先破塔。 不过两边的话。 如果破塔的话。 都是矿工的话也是不好打。 对。 但是25秒。 真不好说是那个谁会先破。 因为明智这边还是斩杀。 还是少了一点嘛。 对。 哇。 虫皮的。 只有滚一下。 但是你确定220岁能防下来吗? 仓怎么办啊现在。 哦。 滚木。 防不住了这波。 这个防不住了。 三脚下边。 但是这边矿工。 能抓吗? 抓不到。 抓不到。 哦。 滚了一下。 这波很关键。 难道。 我的天。 这一波操作。 这个操作百分啊。 这个滚木。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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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